黄昏前的香港仔安宁静里,几十条渔船静静地停泊在岸边,中间穿插着龙舟,每条龙舟前都写着家族或团体的名字,标志着龙舟的归属。 几只白鲁飞过,远处传来几声汽笛声。 郑文达在渔船上忙碌着,为等下的排练做准备。 一艘小船在这十来位龙舟手靠近,简单打声招呼后,众人迅速地下到渔船旁边的龙舟里。 这其中有老人,有小孩,有男生,有女生,他们中多数是郑文达的家人亲戚。 每周的周一,周三,周五,他们都会相聚在香港仔进行滑龙舟训练。 每场训练持续一个半小时,每次训练两场,风雨无阻。 今年27岁的郑文达是标准的90后,喜欢约上三五朋友吃饭聊天,有着朝九晚五的工作。 和普通香港青年不一样的是,郑文达还有另外一个身份,龙舟手。 郑文达出身渔民世家,从小在渔船上长达。 爷爷郑活老于30年前创立飞虎龙舟体育会,随后传棒给郑文达的爸爸郑圈仔。 现在,飞虎的旗子交到郑文达的手中。 作为郑家的一份子,郑文达从小便跟着父亲一起参加龙舟比赛。 小学,我爸爸就已经带我到龙舟感受的气氛,都觉得很快。 之后就喜欢着这件事,看他们比赛,觉得他们很聪明。 所以就去到越来越大,越有体能的时候,就正式去训练。 然后又可以跟一群亲戚一起比赛,其实感觉很好,又很浓厚的人情味。 郑文达提到的比赛,便是一天后即将举行的香港在龙舟进度大赛。 每年在端午节期间举行,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。 作为渔民们心中每年最重要的比赛,多数参赛队伍从大半年前便已开始为此准备。 郑文达称,这是每年渔民的传统,有着神圣的意义。 龙舟对于渔民来说很神正,都是其求风跳雨顺,平平安安,山洋兴隆龙。 香港仔的历史其实都已经过了八年了,很多队的渔民都是参与这个赛事。 那个气氛都是好像隔壁轮舍那样,又是你啊,之后就一起斗过啦,又很开心。 年年都是这样,以免到现在都是有很多传统的东西,都是保留回。 郑文达的家族有四、五十人,几乎都参与到比赛中。 年幼的孩子加油助威,年轻的滑手上阵薄杀,年迈的长辈指导筹划。 不顾省生们则会准备好糕点,烧猪,拜神祈福。 对于郑家这样的渔民家族来说,华龙舟不仅是一项运动,亦是串起家族的先神。 其实这个人情味是有些传统的渔民才有独特出来的。 有些文化和一些杂族,其实都很值得人家去了解一下和参与一下。 其实我们自己的家族呢,其实我们平时训练就已经是自己家族围在一起。 那些姨妈姑姐呢,其实都会一起分工合作,去比赛那时候准备做一些糕点啊, 野食啊,其实都是很有人情味的一件事。 如今的郑文达不仅是一名滑手,也是一名教练。 从参与者到指导者,郑文达之言有不一样的压力和挑战。 但从小对龙舟的喜爱,让他油然而生出一种使命感,希望能将龙舟文化继续传承和发扬。 我初初就觉得是一项好好玩的运动,其实都是慢慢逐渐大过, 好像现在那样,就想将它里面的人情味啊,技术啊,传统啊,很想去继续宣传啊,全人可以去。 郑文达所在的渔船上,写着飞虎的旗子,迎风飘扬。 百年修的同船度,郑文达称,不知要有多少福分,才能一整个家族划一条船。 未来,他希望能珍惜这份福分,将人情味延续。